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分享的未来计划的话 侧重于我们自己特别特别关心的那部分 首先我们来回到表的管理 小米在过去两三年间 其实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实现了在表的数据管理的 统一原数据和统一权限 这个在小米集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 是基于统一原数据和统一权限 搭建了一个统一的数据平台 那我们技术方案是怎么选行的呢 其实是基于Netflix开源的Metacat 和Apache Ranger来做实现的 首先讲一下Metacat Metacat其实是跟Grabatino 非常非常像的一个原数据组件 我们一开始在落地的时候 选用了它 并且对Metacat去做了很多二次开发 这些二次开发包括了对数据员的更新 也包括了对引擎的更新 引擎的那个增强 我们支持了非常非常多 自定义的数据员 这个在社区原本 其实是没有那么多数据员的 都是我们自己去做的实现 同时像我们的所有的Spark Flink Trino这些大数据的引擎 全部对接了Metacat 去实现了统一的原数据 那值得一提的是说 我们不仅管理了像消息中间件 像大数据体系的Hive Expog 像Doris ES这些原数据 其实也去管理了像 关系数据库的这些 MySQL Oracle的原数据 并且这些原数据去做的 动态的注册 后面会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么管 那通过这么一套体系的话 基本上基于Metacat 能够实现对全球的每一张表 都有一个唯一的坐标 是全球的每一张表 他们的坐标都不一样 从而做到了是说 以Metacat 作为事实上的 这个原数据中心 单一可信源 那有了Metacat 作为这个原数据中心 每一张表 都有了一张 它的身份证的ID 那其实统一的权限 这件事情就比较好做了 我们会把人 组织和表 完全地对应起来 从而实现了统一的权限 那基本上 大多数权限都是到表级别的 每一个人可以申请 每一张表的权限 OK 那做完统一原数据和统一权限之后呢 其实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啊 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去使用那个坐标 去访问任何数据 全球的任何一个数据 然后 像Sirco Spark JAR FlinkJAR 以及我们的数据集成 包括我们的一些产品的页面 都是基于这套体系去访问的 那可以看到 右边这三张图 是写的那三个例子 这些例子也出现在 我们同事 昨天或者之前的一些分享中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到 统一的原数据 让数据的使用查询 变得极为的简单 对于用户来说 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用户不用再关心那些连接信息 他就使用这个坐标 就能访问到他的数据表 同时也得到了安全性的增强 为什么得到安全性的增强呢 是因为 用户不用再去把那些连接信息 把那些买Sirco的用户名密码 写在他的配置的作业里面 这些东西都对用户保持了透明 从而实现了 对于用户来说非常简单 在简化用户的同时 对于数据管理和数据治理来说 其实也很简单了 在小米内部 我们分享表 我们去传递表的话 基本上就是基于这个唯一ID了 直接丢个链接 就能知道你要告诉对方的是个什么表 其实对于数据治理 数据安全来说 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让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变得简单 那统一元数据 对于小米落地的情况 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里分享几个数据 就是来说明 统一元数据在企业内部 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需求 我们一共支持了12种类型的数据源 大概在线上有4300多个catalog 对这个是非常多的 因为有很多在线的数据库 是通过这种方式 管理和接入到大数据体系来的 所以说可以看到catalog非常多 那中间的数据集成呢 其实负责了各种各样的 业务系统的数据流入到数据壶 在数据壶加工处理完之后 再流回到业务系统里面 那数据集成 其实也用到了这个统一的元数据 还能帮助用户 方便地去完成 从信息系统到大数据 再从大数据 回到信息系统的这个过程 OK 其实这个作业的体量非常非常大 那第三个其实想分享一个数据的是说 目前在小米大概有四分之一的circle 是使用到两个以上的catalog 也就是说 跨catalog的加工需求 在企业内部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行 那回到data加AI data加AI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data加AI的挑战 过去大家都知道 被说了非常非常多 然后在新的时代 特别是大模型来了之后 数据AI一体化 越来越被大家所提起来了 越来越觉得 大家觉得这可能是个共识了 那么数据加AI一体化的挑战 具体是些什么呢 我们的思考是如下这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和AI的区别 以及它们的关联 首先我们从区别上来看 最简单的 数据平台和AI平台 据我所知 在大多数企业内部 它其实是分离了两个平台 对吧 很多企业其实分离了两个平台 甚至是说 它们都归属于不同的团队 虽然这两个平台之间 其实是有些打通的 但是其实还是有些 割裂的情况出现 我们不去分析 它是怎么造成的 我们来分析一些 技术上的东西 首先 这两个平台 其实使用的语言 大体上是不一样的 使用数据的人 包括做数据平台的人 更多的是希望去使用Sircle 但是对于 机器学习工程师来说 他们更喜欢使用Python 然后在数据领域 我们大多会用 Table来去做数据的加工 以Table来去作为 找数据的唯一标识 但是对于算法工程师来说 他们更喜欢使用路径 他们各种路径 在各种代码里面 到处浪费 在数据存储的地方 其实也有区别 那对于数据工程师来说 大多数数据 是存储于HDFS体系 就算你做了 存储体系的升级 它大概率也是兼容HDFS的 但是在机器学习领域 更习惯使用的是PoseX OK 那他们之间 又有什么观念呢 其实在传统的机器学习 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样本 特征都是来自于 大数据体系 都是来自于数仓 因此一定会有一个 从数仓到机器学习的 Data Pipeline 从结构化 结构化数据 到半结构化数据 甚至是非结构化数据 那这种Data Pipeline 它大概率是存在数据平台 和AI平台 是有一个小的割裂的 另外就是 到了样本和特征之后 其实算法工程师日常 会有大量的工作 是在去做数据的分析 和样本的分析 他们的数据分析 和样本分析 其实和数据分析场景 非常非常类似 但是他们却存在 于不同的平台 可以说 数据对AI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有句话说 在机器学习场景 大概一个工程师 有80%的时间 都是在做数据处理 而且如果你能够 提升数据处理的效率 那你就能够提升 它80%的效率 这是阿里的分享 OK 最后一点 对于他们的观念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 在AI资产的领域 也需要做数据管理 但是AI资产管理 却比较难做 我们总结了一下 小米内部 对于非表格化数据的需求 大概就是这么四类 就是来自于 真实的调研和用户的反馈 第一类其实就是 对于数据owner的标识 为什么要标记它呢 大概率是希望 标记到对应的人 对应的团队 最终和账单相关 对吧 这个大家都懂 第二类其实是 希望在资产上去打标签 为什么要在资产上打标签呢 因为他们有太多太多的数据 可能几万几十万条 他们希望用方便的方式 把那个数据找出来 而标签是比较适合这个的 但是如果你要在路径上打标签 就变得非常非常难了 要么是单独成一个系统 要么你只能在路径下面 不停地加紫路径 OK 第三类其实就是数据治理的需求 通过血缘 希望能判定这个数据 什么时候有用 什么时候没用 从而去做冷备去做删除 最后其实我们还会发现 有很多数据 其实它是会存储一份 技术源数据 在它的数据体系里面 为什么要用呢 大概率是为了 用这份数据用得更方便 它会把像行数呀 然后文件的体积呀 单独存起来 供下游去使用 OK 过去呢 其实我们在小米 曾经干过一件事情 就是想用表 来去管理这种非表格数据 我们也尝试过 最后很明显是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 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 首先 如果把表格 喂 如果把表格当作一份存储来用的话 其实它比较难使用 为什么 那些机器学习框架 大多数都没有对表格去做API的适配 作为一个技术架构团队 作为一位数据平台团队 你需要去做大量的适配 然后让机器学习框架能够使用上 而且因为表格不太灵活 但是路径非常灵活 所以说它并不适合 对算法工程师来说 去存储那些大量的数据 然后存量 其实有非常非常的路径 非常非常多的数据 它是难以升级到表格系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旧的机器学习作业 你要case by case的升级 而且 而且有一些路径 其实它不是标准化的 你很难用表格去管理它 然后表格在管理这件事情上面 还有一些痛点就是 机器学习同学 可能在生成完一份数据 生成完一份样本之后 发现 我还要手动地去创建一张表 甚至说手动地去加分区 这对它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因此呢 最后表格数据管理 在小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行 它的覆盖率非常非常低 核心原因 我觉得还是 文件系统确实对于它们来说太好用了 因此造成 用户的这个迁移意愿非常非常低 那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管理体系呢 首先说到数据AI数据管理 那一定是先做好管理 那怎么才能让用户更容易被接受和使用呢 那肯定是对于机器学习框架的 很好的支持 对于历史存量的兼容 那过去的话 其实这个事情是有方案的 就是我觉得Data Breaks 这个Volume 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不错的方案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是说 Data Breaks这个Volume 其实很像很像Table 它可以做到是说 在全局也给它做一个全球唯一的标识符 然后对这些引擎也非常非常友好 然后Data Breaks这个Volume呢 极大的保留了文件的语义 你看它有各种各样的Spark API Spark Circle的API 包括Python的API Fire System的API 因此用户能够很方便地 在数据家AI里去使用它 但是很不巧 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它还没有开源 对吧 前两个月大家知道 Data Breaks在这个大会上开源了它们 但是据我自己的观察 那个东西距离生产环境的使用 还有一定的距离 好 那我们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的呢 那其实就是现在到了Guyabatino 因为Guyabatino 已经基本上去实现那么一套 我们来一点一点看一下 首先在前面刘迅老师介绍里面 我们大概知道了Guyabatino 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第一 它是一个统一的元素预管理中心 第二 是它有很多很多的引擎的支持 像现在那个Guyabatino的引擎 在查数据和管理元素据上支持 已经比较完善了 那Spark Flink也在很多 Facial也在大量的开发中 也即将变得非常非常完善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的话 主要其实 我来讲 想给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 AI数据管理 AI数据管理的话 引入了一个叫Filesight的概念 去管理所有的AI资产 同时支持了两种方式的访问 那我们看一下Filesight是什么 Filesight其实就是一个 非表格数据的管理的方案 就像前面介绍的DataBriks一样 它可以把数据当作资产一样管理 给数据打上了唯一的资产标识服务 然后同时在这里面 我们支持了一些Extra的Properties 这些Properties就可以被用作 刚才所说的那些标记 治理 打Tag等等的场景 当然TagSystem也即将在0.6 release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第二它非常重要的一点特点是说 它可以像文件一样去使用 首先第一在Hadoop体系里面 GVFS已经非常成熟了 我们已经用于线上生产环境了 在KBUS体系的话 我们内部也在开发东 开发完成之后 可以在KBUS的容器里面 就直接当路径一样去使用 在引擎的支持上面 在大数据领域 Spark、Flink都已经生产环境支持了 然后在AI领域的话 像PyTouch、Tencent Flow 包括Ray其实也支持 然后在数据分析的场景 Pandas和Filesight 也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用户用起来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 那Filesight的API是什么样子 它是怎么做的呢 这里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原理 就是在大数据场景和AI场景下面 我们有两种访问方式 传递进来的 大概率都是Filesight的identity 就是它那个标识符 当SDK收到了这个请求之后 它会请求Grabatino原数据中心 把它转换成对应的真实路径 然后再借助下面的library 去访为真实的数据 特别想提一下的是说 在Python场景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 FSSpec去实现的 已经做到了 去抛出掉的Java力量 然后对于Python来说非常友好 那过去我们在HTFI体系 如果你没有支持这个Web API的话 你可能还要去打一个Java环境 在积极学习里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的 好 接下来就分享一下 小米在上面的实现 首先想分享的 其实就是我们在产品上的一些工作 统一元数据作为技术中心 落下来之后 我们在整个体系 为AI数据管理做了升级和适配 主要是两个产品 在开发领域的话 是一个叫数据工厂的产品 在数据治理领域的话 是一个叫DAC的产品 我们在开发领域 把Filesight的管理 做到了线上化 提供了很多Web UI 然后release了一版新的Notebook 去为算法工程师 去提效数据加AI的开发 然后就是这些Spark Sirco,Spark加等等的 这些ETL作业 都相应地做了升级 然后在数据资产管理上面的话 主要是两个点 第一个是Filesight具有资产概念之后 其实它很容易就被管理起来了 然后就是想特别提一下 后面也会提到的是说 数据血缘对于 治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下面会展开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所做的Notebook Notebook其实是一个 我们内部新release的产品 主要目前支持两种语言 就是Sirco和PYSpark PYSpark的语言主要就是Python 那借助Notebook这个产品的话 我们的算法工程师 在处理数据加AI的那部分的时候 就可以完全地 用这个产品去实现 可以看到 从这种功能上和语义上 我们和那个Data Breaks的所有的 就长得非常非常像了 对于用户来说非常非常友好 然后我们还去支持了 很多机器学习的框架 主要在内部落地的有Tenzen Flow 然后PyTouch呢 正在开发中也即将release 更重要的是说 刚才提到了 数据平台和AI平台 在分离的情况下 由于统一元数据 其实是一个技术中心 那它可以帮用户做到跨Data Platform和 机器学习的Plantform去做数据加AI的开发 我们的用户也可以在这些平台外部 通过统一的健全和权限体系来使用这部分数据 这个对于用户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当然了 这里面想多说一句的是 我还是提倡我们去做开发在线化 把用户的工作从线下搬到线上 这个对于平台来说更友好 然后做了这些工作之后 其实给我们的用户带来很多方便 就是它可以方便地去把表格数据 往非表格数据去做加工和搬迁 也可以把两个数据放在一起做分析 我看了一些很多内部机器学习同学 使用的这些样例和case 发现大家的想象力远比我的丰富 就是已经干出了很多就是关联分析 关联在一起使用的场景 这里就不给大家展开细节了 然后想讲一下存量的数据 怎么去往Filesight去迁移和升级 这个里面我们有一点小小的心得体会 首先在功能上面 我们Filesight支持了一个特性 叫做External Filesight Management 它可以把一个已经存在的路径 去挂载到Filesight上面 刚才提到了 其实Filesight它最终是对接数据资产中心的 因此它实现了对存量数据的绑定 这个时候我们还会把存量的HDFS审计日制 和新的AI资产关联起来 以前大量的非表格数据的审计日制 其实是没法做分析 没法去见血缘 也没法知道它上下游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路径实在是太乱了 我们可能内部有几千万 甚至几亿个这种路径 没法去做分析 但是一旦帮它绑上了一个资产概念 其实这个分析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 后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然后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读写怎么迁移 其实我们这里对读写的迁移要求 是比较低的 它的读写可以任选一种方式 仍然可以保持作业能够walk 就是不用强依赖给它迁移 这样的话我们推广的进度就会比较好 然后讲一下那个带来的效果 就是在我们管理方数据之后 然后借助血缘分析 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分析清楚用户的资产 以及它的冷热的分布 右上角的这个图 其实是一个真实业务的案例 就是我们在帮它管理好它的数据之后 通过这种资产的分析 能够分析出来 它大量本来应该冷倍的数据没有冷倍 应该删除的数据没有删除 如果把这些动作做完 它能够节省40%的成本 然后在产品上面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增强 我们在我们的DAC的页面上 参照表给所有的Fileside建了血缘 它可以知道 这一个资产是被哪个作业加工出来的 它的上下游是哪个资产 或者是哪个作业 这些都可以在页面上去做展示 这些展示是有利于帮助用户 去做资产的治理和资产的发现 另外想分享一点的是说 我们觉得大家最好还是 在Fileside上去加一些限制 为什么要加限制呢 第一是说 如果不加限制的话 用户一定会滥用 所以说我们在内部 让Fileside的子路径的层数 是要少于三层 我们跑过真实的数据 确定三层可以满足 绝大多数用户的需求 不会太有限制 然后我们在第一层级的时候 如果用户有治理生产数据的需求 我们会推荐它第一季路径 是跟时间相关的路径 然后这个时间支持多种格式 以这种方式来帮助它 去认识和治理自己的资产 然后再讲一个更高级一点的实践 就是数据分层 前面其实提到用户不用把 它的读写上下游迁移过来 但是问题是如果它不迁移 我们这个东西做出来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用处 那我怎么吸引它迁移过来呢 其实我们这边干了一个数据分层的事情 就是以前这些按天生产的样本 生产的这些特征 其实都是存储在一个地方 成本又高 可能也不适合机器学习访问 比如说HDFS其实不适合GPU的访问 那但是这份数据其实是有特征的 它有冷数据 有无用数据 也有热数据 也有需要用于机器学习的数据 那在一个fileset底下 我们借助fileset的时间分区 可以将它分布到不同的地方 那这个分布的话 如果用户通过fileset来使用的话 这个分布对它来说是透明的 它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它不用知道具体存在哪里 它也不用知道下面的这些 存储的配置信息 那我们下面会有个程序 去帮它做自动的搬迁 目前在小米的话 我们主要还是将这个数据分层 用于降低数据的成本 也就是往语音上考 往对象存储上考去做冷备 那未来的话 其实社区也在讨论 未来有一些计划 比如说Data的Localization 就是你可能有一份数据 可以分布在不同的语音上 当你的算力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可以去请求fileset的 获得你那个算力最近的数据 去帮助你去做处理的加速 也可能是Data的Cache 比如说我们觉得 HDFI反映速度 对于记忆学习不友好 那我们可以用更快速的存储 去缓存这份数据 对记忆学习更友好 最后其实想分享一下 现在在小米落地的实践情况 我们整个落地的时间 其实也不太长 大概一个季度左右 目前在管理上面 我们已经管理了整个 非结构化数据的 57%的数据 这些上下游的作业 都在迁移当中 目前主要落地的是 搜索和推荐的场景 搜索和推荐场景的一些 生产的实力 已经基本上可以 往这个上面去迁移了 而且正在进行中 目前我们还在探索 一些更多的场景 比如说大模型的微调场景 比如说REG场景 这个还在企业内部 真实的探索中 最后给大家分享 小米在未来的一些计划 第一个其实就是 对Fileset的加强 之前我们已经 发过一版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在我看起来 其实还比较初级 因为我们需要去完善 客户端的审计 权限 血缘 事件信息等等 让它变得更易用 这样的话 如果Fileset 对接了更多种的存储类型 对接了更多种的存储的介质 客户端是不用做升级的 直接平滑 就能使用上一份新的数据 然后第二大类的话 其实是CSI Driver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 对于技艺学习来说 特别重要 然后也会在内部去 推CSI Driver的上线 那以前用户可能是 通过Mount这种 不同存储的卷 来去读不同的数据 那未来我们希望用户 统一对接到Fileset来 它不需要知道 不需要事先知道 需要做哪个Mount 当它使用数据的时候 再去由Fileset 去完成这个转换 最后一个大的点 就是过去 如我第一节介绍所说 小米的大部分的 表格的原数据 还是基于Maticat的 然后目前只有Piement 是基于Grabatino的 那我们未来也会做一个 升级和迁移 就是把Maticat的底细 彻底的去搬到Grabatino 这里稍微多说两句 为什么希望搬到Grabatino 第一我觉得 Grabatino社区 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社区 我们一个公司 在Maticat上面 做开发确实很累 然后也没法和业界去做交流 也没法用到这些 好的Connect和好的Fitual 那我相信 Grabatino社区 是一个很健康的社区 因为我已经参与进来 我已经体会到了 然后我们也愿意 把现在小米生产环境 去搬到上面来 同时小米过去的这些经验 也会借助社区来贡献给大家 好 以上就是我的所有介绍 如果大家对社区感兴趣 对小米的实践感兴趣 欢迎邮箱或者是微信联系我 好吧 好的 感谢周光老师 下面我们还有时间 然后看看 现在的观众什么问题没有 就我问个问题啊 你看这里的话 主要存的是一些pass 对不对 之前的话 它是存那个表格数据的话 它是有一些原数据的统计信息 对不对 那你现在换成pass之后 你会存一些统计信息吗 比如说我这个是视频的话 可能会有它的分辨率 它的编码格式 它的一些embeding的向量 还有它的一些摘要 还有它一些标签这些的 这些信息你们是有存储吗 还是没有存储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然后第一 我觉得确实是未来的趋势之一 就是有很多视频相关的信息 它到底存在哪 对吧 对 我不太清楚您的企业里面 到底原来是怎么存的 以前这类信息 其实我们是散布在各处 没有被同原数据管理起来 对 那filesight其实管理的数据的话 第一它提供了一些properties 和一些外挂的存储 可以用来存储这份信息 目前应该已经可以用起来了 第二是说 我觉得刚才刘勋老师介绍的 未来的另外一个趋势 就是dataset 对吧 dataset有可能会更适合 去存这个数据 但是我确实对这个事情 没有发言权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我推荐您来社区 和我们一起讨论 OK 好 谢谢啊 OK 谢谢您 关于data set 刘勋老师又要补充一下 好的 dataset呢 就是我们前面也介绍了 dataset是 filesight的一个升级 因为filesight呢 它主要它是面向的是一个 文件路径嘛 是这样 然后我们前面的topic也讲了 就是dataset让你可以 让算法工程师 它可以直接用数据集的方式 去操作底层的这个 非结构化的文件啊这些 所以会比文件的 封装的特性会更高级一些 大概是这样 对 因为它这里面就是说 就是之前的话 你在大数据里面 它是可能说 我需要去 做根据原数据做下策的话 然后就去下策做 就先查查我们分析 但好像说 在这种 非结构化数据里面 使用每个数据 是很大的 是没办法 对我所分析的 我们都需要去 换回 我指定的手机 或者这样一些场景 需要做一些 能在怎样做 要不这个我回答一下吧 确实有这种场景 比如说我们 小米都在做汽车 对吧 自家场景 很多这种场景 就是我们需要根据 标签或者其他的东西 去搜索到那些数据 并且把它拿出来使用 对吧 然后确实我们 FellSight在汽车 也想再推 但是有可能 它不适合您说的 那种场景 或者说要做 非常非常多的增强 那具体 如果刚才所说 我们小米选择的 落的第一个业务 其实是搜推场景 搜索和推荐 这个已经落的挺好了 其他场景 也在case by case的去打 那这些场景 一定会暴露出来 一些机器学习 对于数据管理的 特殊性的需求 我认为把它提炼成 这种公共的需求 并且在Guyabaya Tinto实现 是很有希望的 对 因为我觉得 这是说 我觉得是个趋势吧 对 是的 对 是的 对 是的 再次为社区打个广告 社区还在发展的初期 大家多多来参与 感谢这个问题 还有别问题吗 老师你好 我有几个问题 就是Guyabaya Tino 它对于原数据支持的量级 大概是怎么样的 就是第一个 因为我们自己 其实也在做一些 原数据管理方面的 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去管理 用户的非常多的原数据 然后想问一下量级 第二个就是 血缘的数据 一般是怎么来的 是说通过分析它的 比如说做采样 能够自动分析出来 还是说用户任何的 搜后查询之类的去做 然后报过来这个血缘 第三个就是 那个原数据采集是怎么做的 就是比如说我把一个 一个数据库 直接注册过来之后 原数据采集是它自动在 比如底层去自动 每天去做 还是说我可以增量的去感知到 一些原数据的变更 对 大概是这几个问题 OK OK 感谢这位同学 因为我问了三个问题 回忆一下 第一个是支持量级是如何 对吧 第一是说我们在Metakide的 支持量级 我其实刚才分享过 对吧 然后古牙白听读架构 和那个类似 支持量级 可以达同等量级 就是我们自己认为 你全球 可能全球所有的原数据 基于古牙白听读 应该就够了 应该不会有瓶颈 这是我自己认为 对吧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血缘这件事情怎么做的 实际上大家在 古牙白听读的 官方网站上 可以看到 古牙白听读也有做血缘 和做一些 这些方面 facial的这个roadmap 但是现在在小米内部 其实血缘是 独立以存在于原仓 对 独立以存在于原仓 因为我们自己觉得 原仓这个东西 比较特殊 跟企业内部相关 它不太好提出 一些共性的需求 在社区这个阶段就去做 因此 像Metakide 往古牙白听读 迁移主要是 原数据的技术中心 对于原仓 我们认为它偏 业务原数据更多一些 它现在仍然 短时间内会独立存在 然后至于小米原仓 是怎么做的呢 过去我们同事 曾经做过一些分享 对我们做的 不太像上报 我们有比较强的 Circle解析能力和一些注入能力 基本上我们是通过这些 来去获取原数据的 刚才其实讲Filesight的时候 提到那个HDFS的审计日志 我多说一下 就是那个东西就是 我们通过HDFS审计日志 加上Filesight的资产管理 让一份杂乱无章的原数据 变成了原仓 这个就是GuyVitino 给我们带来的benefit 就好处 对每天会离线算原仓 然后您最后一个问题 指的是说 那个原数据是怎么同步的 对吧 首先原数据没有同步 对 那个我认为GuyVitino 更像是一个proxy 就是真实的原数据 还是存在于底层 这样的话可以保持文件的 就是原数据的一致性 但是社区确实在做一些非求 就是有一些 对一致性要求不那么高的 比如说其他的信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owner这些信息 底下原数据可能没有 那我们会在GuyVitino去存它 所以说GuyVitino存的原信息 应该是比较有限的 对 它主要还是依赖于 下面的事实中心